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大娘如此说道 眼见王大妈脸色突变 她接着说道 甲醛接触多了容易患白血病 我这不是也怕生病吗 这白菜真不能吃 好心送菜 可是朋友却说出这些话 王大妈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于是摔门而去 只留下垃圾桶旁一地的白菜 白菜何时变成了甲醛菜 究竟会不会引发白血病呢 一 白菜不如白菜 白菜价格低 营养却不低 白菜是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家常菜之一 其出现频率之高 远超于其他蔬菜 尤其是在冬天酷寒的北方 人们更是以白菜度日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其实白菜种类繁多 营养价值也不低 中国蔬菜栽培学中 将可栽培白菜分为 普通白菜、大白菜、紫菜苔、菜苔、台菜、乌榻菜等等 而老百姓口中的白菜 往往是指大白菜、小白菜、青菜、黄牙白等四种 其中以大白菜和小白菜最常见 从营养学来看 大白菜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抗氧化物质等等 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达到了柑橘的水平 热量却很低 中国食物成分表也指出 小白菜含有比大白菜更高水平的钙、铭、鲜、钾、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 不过维生素C和维生素B1却低于大白菜 现代医学认为 白菜含有95%左右的水分 很适合减肥人群 而且其所含的膳食纤维 有利于促进肠胃蠕动 提高消化能力 预防便秘 钾和新元素的补充 也有利于满足生长发育 补充营养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白菜具有通肠胃、养精液、醋排泄、解繁热等作用 对人体的益处是很多的 从营养成分的分布来看 白菜叶要比白菜帮更好 但是白菜的每一部分其实都各有妙用 首先 白菜叶集中了白菜大部分的营养成分 再加上叶子软嫩 有利于消化 非常适合肠胃较弱的人群补充营养 如果加入麻酱 还可以起到补钙的作用 其次 白菜帮比较粗糙 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 如果搭配海带 能够起到很好的控糖作用 最后白菜心 是整颗白菜最嫩的地方 也是精华部位 其口感绝佳 如果搭配山楂能够起到促消化开胃的作用 二 白菜变毒菜 内含甲醛会致癌 近几年 网上有不少传言说 无良商家会用甲醛浸泡白菜 来达到保鲜提升卖向的目的 吃了这些甲醛泡过的白菜会致癌 患上白血病 这样的说法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担忧 甲醛是一种具有稳定杀菌和防腐功效 并且具有特殊刺激气味的有机化合物 如果甲醛浸泡白菜 确实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防腐 保鲜 提升卖向的作用 但是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文规定 甲醛并非食材或者食品添加剂 禁止用于食品或农产品 首先 像食品或农产品中加入甲醛是违法行为 是不允许的 这类菜品无法通过商品检验 很少会出现在市场上 其次 本地白菜一般不会有商家特别去用甲醛浸泡白菜 因为其作用并不大 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用甲醛 有可能无法通过食品检验 还不如赶紧卖出去 最后 甲醛本身是一种有刺激味道的气体 它极易溶于水 如果不良商家真的用甲醛浸泡白菜 农产品经过运输、出售、储存、购买等种种流程 多半已经挥发 不必过于担心会导致白血病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食品安全的副教授朱毅表示 甲醛刺激性的味道 虽然会对人体内脏和呼吸系统造成一定损伤 但是只有短时间内大量被吸入人体 才会造成急性中毒 而人们日常接触的甲醛是不可能达到这个伎量的 对待甲醛还是要理性看待 朱毅副教授也提醒广大民众 生活中 人们可以通过闻白菜是否有刺激性气味 来判断是否甲醛白菜 但是白菜最好在正规途径购买 烹饪前 可以将多余的白菜外表去掉一些 然后用清水冲洗 再经过高温加热 在高温下 即使有少量的甲醛残留 也会很快就会挥发 三 学会这三招 挑出一颗好白菜 白菜虽然很常见 很多人也经常吃 但是对白菜不够了解 有时候买错了白菜 反而无法品尝到真正的白菜风味 三种方法让你快速选出好白菜 买白菜之前 要从外观上观察白菜的品项 其实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腐坏 黑点 虫子等等 如果有黑点或者黑色粉末 有可能是氮肥过量引起的病害 或牙虫分泌物 虽然洗干净也没有负面影响 但是会影响菜品的观感 影响食欲 还有白菜有黑色斑块 或者腐烂迹象 最好不要买 有可能是软腐病 黑斑病导致的 二 看颜色 白菜中越接近白色 口感越好 吃起来甘甜 能够增加食欲 青色的白菜 往往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 比较适合控血糖的人群 不过储藏一段时间 也能够提升口感 三 看厚度 叶子越大 褶皱越多 叶子厚度越大 就说明菜越好 这类白菜含水量相对较少 要知道 普通白菜含水量就高达95% 所以白菜含水量稍微少一些 就意味着营养成分多一些 对人体更有益处 而且厚白菜不会过于软烂 比较适合多种烹饪方式 另外买白菜时 也要考虑不同的烹饪方式 如果炖煮比较适合老菜叶子 如果蒸制适合用大一些的白菜叶 如果凉拌适合鲜嫩的白菜腥 爆炒适合用老菜帮 白菜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用法 在此提醒一下 白菜虽好 但这些人不适合吃白菜 白菜性寒 本身肠胃功能不好 体质虚寒 胃寒 胃寒怕冷 腹痛腹泻等患者 不适合多吃白菜 白菜作为人们日常饮食 较为常用的食材 价格实惠 营养丰富 深受大众的喜爱 对食品安全多一些重视 是一件好事 但不能过分轻信传言 避免对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白菜并不是毒菜 在生活中 大家只需到去正规商场购买 注意分辨 食用时进行清洗 烹饪熟透 白菜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制衡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